相信起來 願意發揮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捲入京華城閉案 三十號遭到簡聯約談搜索 三十一號凌晨 送往北檢復訓 原定繼續開偵察庭 但柯文哲不願配合 不瞞檢方持續問訓 柯文哲拒絕夜間診訓 甚至想要直接離開北檢 檢方認為有串貢可能 因此當庭逮捕 律師證聲援火速申請提審 最終臺北地院裁定駁回 解返柯文哲回地檢署 繼續徵訓 檢察官訓問的問題 都是關於木科公司 跟政治獻金的問題 也就是說檢察官是問A案 但是用B案進行逮捕 那對於臺北地院的裁定 我們會考量審慎提起抗告 三十一號下午三點十分 檢便雙方持續展開激烈攻防 據了解提審停 僅審理短短四十分鐘 柯文哲表達檢方 根本是車輪戰 律師證聲援強調 這十個小時 檢察官沒問到精華城案 都聚焦假障案 是疲勞偵訓 檢方反駁表示可以配合 柯文哲的休息時間 但他仍拒絕 法官認為檢方有針對精華城案訓問 有逮捕的必要性 裁定駁回 雖然遭當庭逮捕後 北檢並未對柯文哲相靠 但法制人士研判 隨著提審遭駁回 最終被生涯的可能性也增加 想全身而退 難度恐怕越來越高 三地新聞 鄭翔仁 許湘雲 SNG小組 台北報導